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布蘭的世界,我是Briant 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討的主題,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我們在外面買二手錶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麼很多人就會問說,為什麼要買二手錶? 但是以現金表示的這個情況,很多錶你在專櫃是買不到的嗎? 你常常必須要在外面的二級市場做購買 所以說一定會有機會去買到人家使用過的手錶 那你有可能可以買到全新未使用 但也有很多的機會一定會買到二手錶 所以今天呢就讓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購買一支二手錶,我會去注意哪一些點 那在這支影片的最前面我要先聲明一下 其實如果是股東錶的話,它會有另外一套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基準 以及更複雜的一些檢測的一些手續 那這支影片的適用程度大概就是在Modern Watch還有線型的錶款 差不多是在可能十年以內或十年周圍的手錶都還適用於這支影片 那如果一些更老的二十三十年的這樣子的手錶的話 我可能會再另做影片去做不一樣的介紹 好,首先你在選定你想要購買的錶款之前 我建議你再去不管是去商家買還是去社團跟那種個人去買 這個手錶價格跟魚一樣就是跟海鮮一樣是實價是浮動的 它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在做變動 所以建議你先把這支手錶的行情查清楚心裡有個底 這樣子整體討論來說才會特別的順暢 再來呢在買二手錶的行業內有一句話 挑賣家而不是挑價格 網路上常常會有一些可能類似釣魚的廣告也好 或是有一些人純心要騙你 他可能會開出一個特別甜蜜的價格 比如說這支手錶他只十萬塊 但是他就開六萬 那常常呢英文有一句諺語叫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太好的往往都是不真實的 這麼便宜的價格那表示這支手錶有可能是假的 再來這支手錶就算是真的 但他可能機心有問題可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一些不知道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他不願意跟你講 所以他賣這麼便宜的價格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是去挑一個有聲譽的賣家 首先比如說你去挑一些很大的二手鐘錶店 然後或是你知道這個個人賣家他的聲譽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賣家 他不會因為這支錶要賺你這麼一點錢 就去砸自己的招牌 因為他們的聲譽他們的信譽他們的一些商業價值 是經過長久時間的累積 有可能買家會需要多花一萬塊兩萬塊 甚至多一點點的錢去做購買 但是你相對買到的就是一個保證 那再來如果今天你已經挑到一個非常合適的賣家 然後在你也知道這支錶確定是真的的前提下 接下來還需要注意哪一點 首先像我個人會先去詢問說 這支手錶他的這些配件是否齊全 配件是指什麼比如說一支手錶他會有錶盒 會有寶卡 錶盒跟寶卡兩個都有其實是最棒的 那錶盒跟寶卡當中哪一個更重要 其實寶卡是更重要的 除非你是一些特別特別的一些限量的錶款 然後他擁有自己一個特殊的錶盒 那些是特例 不然一般像勞力式的錶盒其實非常的常見 大概幾千塊就能買到 然後PP跟AP的錶盒比較貴 可能一兩萬塊就能購入 真正困難的是寶卡 因為寶卡就是這支手錶的出身證明 如果你這支手錶沒有寶卡 他的價格就會差非常多 比如說一支100萬的錶可能因為沒有寶卡 他可能只能值大概85萬左右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說我個人自己買錶都是希望能夠增長 能夠保存一段時間 所以我都會希望買核單齊全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小配件就是錶結 通常一支手錶 每一支手錶不管是 哪一個型號 如果你不是膠帶款或是皮帶款的話 他都會有足夠的這個錶結 比如說所謂全長 去讓你去做調整 像我自己的手腕沒有那麼粗 所以說我會卸下幾節錶結 那這些錶結 有一些人甚至會拿去賣 所以說當他要把手錶拿出來賣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錶結數就會不對 所以說你要先弄清楚 比如說這次GMP 比如說他要有12節錶結 那今天我有沒有12節錶結都在這裡 或是只剩9節或什麼的 這個錶結或許你都可以在外面再買 但是像貴金屬的錶結 可能一節就要一萬塊兩萬塊 那不鏽鋼的也要錢 這些都是大家需要去做思考的 那就我自己個人的購買習慣 我是希望一次買到的都是完整的整套 因為這樣子收藏下來才是真正具有收藏性的 比如說你橡膠袋也好他可能會多配幾個錶扣什麼 盡量就是要讓他非常的齊全 這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但這也不表示說沒有寶卡沒有盒子的錶不能買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說因為預算問題 然後你也覺得這支錶是要自用 你可能這輩子也不會賣 所以你想要買沒有寶卡的手錶 那你就要知道像我剛剛所提到的沒有寶卡的錶 記得要殺價要買的比較便宜 好那再來下一步呢就是要來檢查手錶的本身 那我們先從外觀來講 這時候你應該可以自備一個放大鏡 就那種小小的放大鏡 那你就可以開始看這個錶的整體的狀況 你可以先看他的這個錶殼錶身 然後看他的錶帶 然後還有一些這邊有沒有錶扣的部分 你要看的是什麼 首先你要看的是他有沒有大力的撞擊 有沒有那種凹痕 比如說你很大手錶啪或是你跌倒 然後你手臂會撞到 那種凹進去的 或是陶瓷圈上有一個淬裂 那都是不容易修復的 或是你修復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所以說你最好是盡量避免買到這樣的手錶 就算你要去買 在價格上你一定也要取得到優勢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然後再來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被過度的拋光 為什麼我們需要去過度拋光一支手錶 一定是因為前手比如說他把他撞得很大力 有一個很大的凹痕 那他需要把他拋到同樣的這個高度才會看不出來 那過度的拋光之後 其實在手錶的外觀上會產生一些影響 先拿比如說 Nautilus 就是鸚鵡螺 或是皇家像素這兩個錶款來說好了 因為現在運動款很夯嘛 那他們都是有做那種角度的錶殼 或是他的錶圈上都是有那種角度 不管是八角或是四角 像Nautilus 他不是真圓 就是有一點點方形的圓 然後更不用講Royal OX八角 那如果你過度拋光的話 他的角度就會不夠銳利 因為在出場的時候 他們是 錶場是做到一個完美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不會割手 但是他還看得出他是銳腳 但是有時候你再稍微再拋一點 他就變圓形了 那這都會影響這支手錶的外觀 還有他的收藏價值 所以說你要去認真的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過度拋光 那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那像勞力士這樣圓圓的手錶 可以怎麼樣看得出來 其實勞力士如果你真的去摸 像他這個錶身跟錶帶的連接處的這個部分 你用手去摸 其實他是刺刺的 他是有一點點銳利的感覺 那如果你經過過度拋光之後 這裡都會變圓 這種刺手的感覺就會不見 所以你就其實可以很單純的用手這樣去摸 這些角落 看他到底銳不銳利 然後還有這些錶殼有沒有 這些交接處 其實這樣摸都是有一點點銳利 他不會割破手指 但你會覺得微微的刺刺的 這樣就是沒有被過度拋光的情況 再來還有很多人也會把後面拿去拋 因為很多人手錶這樣放 可能會這樣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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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這裡都會有很多划痕 他可能想要讓品項看起來更好 他連背面都會去拋 那很多手錶的背面他這裡都會有一些數字 比如說可能會有純金的 他可能會寫GOLD 有的寫AU 有的寫ROYALOG 有的寫ROLEX 就是會有一些字樣 那經過不斷的拋光之後 這些字他就不會那麼的銳利 不會那麼的清楚 他會變得糊糊的 所以在後面這個部分 你都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字 是不是還是這麼的清晰 然後這麼的銳利 然後包含這裡 他在錶扣的部分 這是老歷史 然後有一些廠牌的也會有 在這裡這些 那些這個雕花的紋路 如果你經過拋光 他都會變得沒有那麼樣的銳利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注意的一個點 在這些錶扣 你自然在佩戴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痕跡產生 就算人家是有貼膜 他還是會有一些痕跡產生 這些你都可以去注意的 但是呢 我在這邊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經決意 要去買一支二手錶的時候 刮痕的部分就不要太在意 當然如果你能買到一支從來沒有拋過 然後又沒什麼刮痕的 那一定是一級品 一定是最棒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買的 你知道他本來就是九層五星 他的前一手就是有很認真戴 但是他可能很保護 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的撞傷 沒有任何的凹陷 但他就是像 跟我的這支手錶一樣 我這支手錶戴了好幾年 所以說在他的下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刮痕 但是這個刮痕 其實在二手錶的世界內 不管是你是錶商也好 或是你是買錶的人也好 都不是太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今天你確定了所有的東西都沒問題 但你就發現這裡很多刮痕 其實呢你拿去給專業的師傅 稍微處理 去拋光一下 不管是髮絲紋的部分 或是亮面的部分 因為他拋的不是 像凹進去你需要大拋你才可以騎高 但如果你只是刮痕 你輕輕拋錶層 他就會變成亮面 看起來品項就會好很多了 收二手錶的時候 你重要看的是有沒有凹陷 然後他的一些功能正不正常 刮痕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刮痕是其次 因為如果你交給專業的去拋光的話 一次可能也就是三五千塊的公費 相較於一支手錶 三五千塊 其實沒有那麼多嘛 所以說 大家可能有一個迷思說 看到刮得很兇 就覺得這支錶一定不能收 但其實不一定要視情況而定 那到了最後呢 外觀上都沒問題之後 就來講講機芯以及它的功能 那今天如果你是在一些表店交易的話 如果他有能夠測百幅的機器 你最好讓他測一下 確定百幅是正常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建議每一次這個交易手錶的過程 可能都是二十三十分鐘 從你檢查前面的那些東西 到你們聊天 然後交錢付錢等等的 幾乎都是要二三十分鐘嘛 所以說我建議你一開始拿到手錶 好今天假如我要買這支手錶 我拿到我就會先把這個表冠轉開 然後先讓他上鏈 比如說你可以手動幫他上下鏈 或是搖一搖讓他自動上鏈 然後就開始讓這個時間開始走 你就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從現在一分鐘到你最後表 快要交易結束 可能過了三十分鐘之後 你看一下他的走時有沒有問題 只是他有沒有照著時間走 比如說你走到一半就停了 你就知道這支表有問題嘛 因為有的時候你看到他走個五分鐘 覺得沒事你帶回家 帶個一天你就發現他的走時不準或什麼的 所以你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你就把它發條上滿 然後看他行走的狀況 看他走時準不準 那如果這支手錶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功能 比如說有計時也好 有萬年力也好 非凡計時啊什麼 就是各種功能你最好都是玩完它 比如說你計時就開始停止暫停 開始停止暫停 多玩幾次 也不要說只試一次很簡單 就OK一次沒問題就結束 你最好多試幾次 因為有一些手錶 他可能是介於壞與不壞的臨界點 或是時好時壞 那我所講的這個檢測方式 其實都還算簡易的檢測方式 你大概能夠排除掉大概50%的疑慮 那如果後面真的有問題的話 如果你是在有生育的賣家的話 你可能還可以跟他要求保固或什麼的 但基本上這個30分鐘的自我簡單檢測 算是可以排除差不多50%的那種故障的手錶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人拿到手錶 可能覺得我就是帥 然後我也不想要理那個功能 但其實不對 因為手錶很多人玩的是外觀 但有更多人玩的是他的機心 以及他的工藝之美 所以你最好在買的時候 要確保他的每一個功能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好那麼以上呢就是我個人對於二手的Martin表 在購買的時候我所謂看的一些點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還有哪一些是你們覺得可以檢測的 然後還有哪一些小tips是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